百步蛇蝴蝶紋以及紋手 结合卢凯族故事图腾文化 经由设计排列组合呈现在作品上 表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不仅保留了传统图文 部落最原始温和的大地色调 透过转化与技法 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作品风格 重新诠释传统的卢凯族文化 这是卢凯族艺术家彭春林的作品 这个展我是多了一个记录 我是想要用作品记录 所以我所认识的图文就将近五十多种 那你看我才展出八九种 你看还有多少的图文还没有发想 这个展里面我有用一个 有时候是传统的图文 然后去发展很多不同的型的造型的作品 很多后面的人也可以知道说 哇原来卢凯族有这么多的图文 那这是传统的图案 那彭春林又把它改成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一个形貌又不一样了 然后它再改变了 它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想法 用什么思维去改变我们原来的图文 那然后它又把它做成什么样的产品 第一个是从上面 第二个是从下面 然后呢再放一个中关线 又年的耳濡目染下 开启了日后对织布的浓厚兴趣 有感传统记忆人才日渐凋零 开始学习摸索研究 卢凯族传统编织 不偿思的他 不仅带领着族人进入编织创作的世界 也前往校园教授记忆 他教学跟他的技术 学生受肯定 很多在从事这种种子播种的这些文化人的话 他们就可以去接触 他们也不需要说很辛苦的 像我们以前还要去找 还要去问 那直接就可以在他们的学习过程当中 就可以学习 那以后他们会不会用这种技术 或是往这条路走那就是看他们的兴趣 但是最基本他们有学到这种一技之材 这种技术 这个是我一直觉得 传承跟学东西是有必要性的 彭春林表示 创作过程就像和祖先对话一样 对文化越是熟悉 作品越能呈现文化的深与广 并非以为地将部落的图腾符号复制 希望能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卢凯族艺术 将文化转换为普遍喜爱的产品 使卢凯族的文化 藉由编织推展出另一片天空 记者歌手评论物台严谱采访报导